0823热带低压带来致灾好雨 南台湾水灾严重 沿见新南气流来势汹汹 政府绷紧神经不敢大意 行政院长赖清德 28号上午就进入中央灾害应变中心 听取灾情简报 并与嘉义县高雄市屏东县首长视讯连线 赖魁财市加强各部会横向联系 还要与地方的纵向合作提高效率 避免新南气流加剧灾情二次伤害 赖清德强调 务必要加速排除激烟水灾情 尤其受灾严重的嘉义县 除了布袋西伦等处 本日下午就要将水抽干以外 已泡在水中数日的掌潭村 水深仍逼近70公分 得在三天内退水 但是我们应该要掌握有限的时间 然后调动更多的机组 然后加强抽水的效力 然后在三天的期间内把它完成 甚至于我们能够要更短的时间内 把它完成 表达政府对我们东石乡 掌潭村居民 能够了解他们的这个情况 给予他们更短的时间内 就可以回到他们的家园来 赖魁也提醒水利署 在做水库预防性泄洪时 也要留意 避免造成受灾现世的二次伤害 在清理家园方面 赖清德表示 本日就要把受灾死亡的家禽 家畜遗体处理完毕 避免传染病发生 同时若民众有需要 也开放国军进入民宅协助清理 但是如果有村里长或是乡镇长 有提到这个独居老人 或是家里面都是年纪大的 比较欠缺人手的 只要里长带你们进去 我想应该是可以的 因为救灾 救灾跟一般的状况不一样 所以我想这个应该是可以谈性处理的 赖魁还提到 本次灾情结束后 请环保署与各地方政府 共同合作推动大扫除 除了有助于家园附件工作外 也能保护民众健康 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祥云 谢嘉欣采访报道